距今约2500年以前,尼泊尔与印度的国境附近有释迦族的国家,其国都是加皮罗魏城。 这是身为释迦族的王子,居于加皮罗魏城,却弃城出家,修行,互道成佛,说法,拯救众生的世尊的故事。 火点故事,幽玻璃的出家 世尊带着许多弟子回到故乡加皮罗魏城来了 这一年,世尊年方三十六岁,据说是他离开故乡七年后的事。 加皮罗魏城的宫殿为了迎接世尊的归乡而废得。 连宫殿外,也有许多人等不及走到街上翘首盼望。 世尊的事啊,没有我不知道的,我什么都知道。 他那原是本国的王子,在国王晋贩王的城里头,和美丽的太子妃耶稣陀罗,过着自由逍遥的日子。 但是在七年前呢,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呢,总之这事情是非常的复杂呀。 你等死我了,小心点幽玻璃呀你。 可恶,幽玻璃,小心点。 对不起,对不起。 被骂的是礼法师幽玻璃。 虽然年纪还很小,因为手艺巧,在宫殿和城里有许多的顾客。 请问,后来他怎么样了? 就在七年前呢,他忽然放弃王子的身份,他出家了。 走到南方遥远的国家,然后在深山林子里不断苦行了六年,最后他终于那个了,他得道了,你知道吧? 得道?是什么? 那是很了不起的宝物。 有了那个宝物,世上的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 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 人们想分享那个宝物啊,正着要成为世尊的弟子。 现在啊,他的徒弟据说超过一千人呢。 请问,那个宝物是什么形状的东西,能不能告诉我啊? 什么? 你说你什么都知道的? 是啊。 那就请你告诉我,能分给一千人的宝物到底是什么形状的,赶快告诉我吗? 就算是我,偶尔也有不知道的事,别害我丢脸好不好 小鬼,不准害主人丢脸 对不起 知不知道啦 我最宝贝的胡子 你看看 你做什么把我胡子都给弄断了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不可原谅 罚到一百棍子现在就开始给我打 我知道了 变得这么丑了 别怨我 我会慢慢的打 这样比较不会痛的 你放心好了 不行 请你尽快的打完 快 可是那样会痛的 快点 快点 能不能马上消除百脑痛苦的宝物 我也想分一点 如果不能分到至少我要看一眼 不过有不少吗? 我看看 奇怪了 根本就没有宝物啊 世尊手上拿的只是一个脏乌 可是 多不慈祥的脸 多不尊贵的身影 如果能在他身边待三天 我就是死也甘心 在宫殿的南门前面 父亲静范王自己 骑在白象上的鲸鱼等待 衣着华贵的家臣和女官们一字排开 等待世尊一行人的到来 太子啊 我等得快不耐烦了 哎呦你瘦了 七年来你一定吃了很多火吧 多年来让你担心了 实在是过意不去 算了 先进去里面休息吧 还有你的弟子也进来 过来吧 袁玻璃 今天你不必来礼法了 求求你 请让我进去 我想听世尊说话好不好 什么 你少说梦话了 赶快滚回家吧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看看自己的身份 有玻璃听到这句话 一句话都无法回答 立法师的身份 在当时属于守陀罗 也就是奴隶 当时的印度 大略分成四个机器 第一个人 第一个是佛罗门 也就是奉神的祭司者 第二个是 也就是 少唔蝎鲁别人 也是就是国王 也就是从事生产的人 最后是圣陀罗 是服侍上面三个阶级的奴隶阶级 在下面还有被称为非人 不被认为是人的族群 人们已出生被决定属于哪个阶级 不可以改用自己的阶级 当然了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听世尊的话 可是我想听吗 什么东西 你好帅 看到了 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宫殿 你现在就已经击沉我成为伟大的转轮王了 告诉我你对宫殿生活哪里不满 我对宫殿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 所以我才害怕 认为理所当然的年轻跟健康 不 甚至是生命 都会有结束的一天 不怕老 不怕病 不怕死的真正的平稳 为了追求真正的平稳 所以我才离家 开始的时候 我逐一拜访 德高望重的先人 请求教导 却没有遇到能满足我心的名师 于是我自己躲入林中 尝试各种苦行 经过了六年 只见身心日益衰弱 不见任何成果 于是我放弃了 于是我放弃了无意的苦行 离开了林子 走到尼连禅河岸 沐浴 得到牧女一碗乳迷的供养 恢复体力 然后下定决心 在一棵大菩提树 在一棵大菩提树下 原来不是宝物啊 我更深入悟道 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 解脱自己 这样 我们才能够得到 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 等一等 心灵的平和 这可能是比宝物 更珍贵的话了 对 我一定要听得更清楚才行 那边好像有人 什么啊 原来是狗 走开 不可以来这个地方 快走 小剧 小剧 那个孩子 什么时候进宫的 且说 这边的宫殿大厅 世尊正想将自己的弟子 介绍给城内的人 可是 父亲靖范王 怎么也无法由衷地高兴 因为他还在乎 世尊一行人的寒酸衣着 这 你的徒弟 似乎各个都是身份高尚的婆罗门 可是 很抱歉啊 各个看起来面容憔悴 一脸的贫相 还有呢 这衣服呢 也太寒酸了 我看呢 就让我送给你 还有你的徒弟 一些新的衣服穿吧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为你在林中建京社吧 我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 可是 对了父王 公主呢 耶稣陀罗听到你要回来的消息 很高兴 结果呢 今天你到了 他就说 他身为弃父 无远见人 把自己啊 关在房间里 我看你就自己去见他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不见老师啊 你看怎么样啊 从我们高贵的世家族人中选择一些精英 送去做太子的弟子 围绕在太子的身边壮大他的声势 你认为怎么样啊 真是个好主意 那么明天我就去剃光头准备服侍世尊 除了国王之外 世家族地位最高的就是我了 你愿意去啊 我现在呢 就去拜访每一个家庭 叫他们派一个年轻人出家 成为世尊的弟子 哎呀 说得好啊 木剑罗师 只是太感谢了 晚霞照射着美丽的宫地 世尊与妻儿 耶稣陀罗 罗侯罗 相隔七年再会 耶稣陀罗 七年前我离开这个房间 离开了你跟罗侯罗两人 可是那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 我对你的爱一直不变 请你谅解 我认为不论有多令人心罪 男女之爱终究只是执着 只是迷惑 会带来忧愁跟悲伤 该舍的是执着 该取的是真道 该取的是永远不变的真道 如果可以的话 耶稣陀罗 请你也舍弃执着 跟我一起为了更大 更广阔的真道而活 你觉得好吗 怎么样 过来 罗佛罗 你长大了 变得这么重 这边是宫廷外睡在自己家中的幽玻璃 人类的一切痛苦都源起于自己 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 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 解脱自己 我们才能得到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 多么奥妙的话呀 对了 成为世尊的徒弟 就可以每天听到这种话了 对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我的身份这么低 他不可能生我当徒弟的 为什么我会生他这种身份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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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早上 游玻璃受到长老木剑罗氏的召唤 带着剃道出门了 游玻璃 这么慢才来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先剃掉我的头发和胡子 除了我之外还有他们也是 大家都要剃呀 是啊 每一个都要剃 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要和他们一块去当世尊的弟子 你知道了吗 当世尊的弟子 世尊一行人 昨天晚上住在郊外的林子里 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今天过去 快点 不然天要黑了 是 这不是做梦吗 我一定要试试看 就是现在 要做只要撑现在 遗憾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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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这些东西对我们就没用了 你可以全部拿走 幽玻璃 有这么多了 你的生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怎么又哭了 这一次他是因为变成有钱人高兴的哭了 不是 拿下这些等于我把各位丢失的蜘蛛跟蜜光拾起来一样 我的满老痛苦反而会增加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求求你们 做士尊也好 请带我一块去 以后我会再找机会 请士尊收我当徒弟的 好不好 求求你们吧 你想做士尊的弟子 就拼命 我爹都是掌握 胡说什么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带的个个都是世家族家世良好的英才 我爹就是要壮大士尊的生士 如果夹杂一个奴隶在内 你想想看 有奴隶的老鼠使 换了一括舟 荒唐 出发吧 你就带着士皮快快回家吧 果然是不行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 难道就永远无法得救吗 不行 要放弃还太早呢 我还有最后一招 我何不干脆直接去向他请求呢 要走了 你自己就和他一招 你一招 分好 我应该是一招 一招 就把你都进行 到岳会 师父 师父 你是 理法师 优波林 我是加皮罗未成来的人 世尊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像我这么卑贱的人 真的不能成为您的弟子吗 世尊 你是想出家吗 是的 我想向您学习脱离痛苦与烦恼的方法 能不能告诉我 可是我的身份是守多罗 奴隶 不能成为弟子 成为侍者 仆人也好啊 世尊 有玻璃啊 是 水可以止渴 那么有这个人喝了止渴 那个人喝了却不能止渴的事情吗 这是 火把的光照亮黑暗的时候 有那边明亮这边黑暗的是吗 没有 我说的法有如水与火把 那是没有以身份来选择对象的 这么说 油玻璃 油玻璃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弟子了 我 谢谢你 我 分配给你规定的夹杀 永远别忘了这份热诚的心 要好好学习 经历自己 太子 我依照约定带了年轻人来了 你看看 这一下子你的声势可就壮大不少了 不过这野素实在不太好 我马上命令大家砍树建经社 木剑罗石 你叫我吗 现在我也算是你的弟子 被你知乎名字也没什么不对 你们穿的衣服 对学佛法的人来说太华丽了 请换上这边的衣服 这些衣服 你给我好一点的衣服吧 我也是 我也要 这时候世尊心想 先进的弟子们太傲慢了 于是决定借幽玻璃 使世家族的公子们摆脱傲慢之心 弟子们啊 现在要举行入门仪式 你们就按照顺序 向众位师兄行礼吧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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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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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幽玻璃吗 你在这干什么呢 幽玻璃比你们更早成为我的弟子 可是可是他是卑贱的守陀罗啊 世家长老的我 岂可像这种东西低头 岂有此理 低头还不够 必须像刚才对其他人那样屈膝礼拜 什么 就算杀了我也不做 为什么 身份之差 尊贵与卑贱 全是傲慢的人创造出来的 不过是梦醒就消失的幻影而已 万物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哪里有差别呢 人不因出生而尊贵 不因出生而卑贱 而是因为行为而尊贵 因行为而卑贱 你向幽玻璃屈膝行礼 可是他是奴隶 可是他是奴隶啊 奴隶不正是你吗 我 你现在不正是傲慢与烦恼的奴隶吗 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可是只有他 只有幽玻璃 要是没有你 我就不会在这丢脸了 太可恶了 对啊 都是肉玻璃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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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世尊 我果然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的 对不起 幽玻璃 幽玻璃 你没有错 错的是世家族的人 错在你们的傲慢之心 明知是自己的错 你们还是无法改变行为 这就是傲慢的心 而这个傲慢的心 正是为世界产生更多差别的根源 而这个傲慢的心 正折磨着你们 正烦恼着你们 这 世家族的人啊 现在马上丢弃傲慢之心 向幽玻璃行礼吧 这么说 刚才我的困惑痛苦 不是幽玻璃造成的 而是我那傲慢之心造成的 这并不是我说的法 而是万物所说最尊贵的法 原来如此 如果我能够舍弃傲慢之心 痛苦跟烦恼就会马上消失了 原来如此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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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替我消除了傲慢之心 谢谢你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 这时候 大地 山林 河海 都感动地看到 天上传来布置的歌声 后来 又玻璃努力修行 滅入了世家十大地位之一 他遵守建律 被称为 持继地位 另外 世家族之中 也出现了如阿南 南婆 罗和罗等了不起的地方 各位知道牛家这个草吗 古人传说 吃了牛家 人的记忆力会特别差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很久以前 在某个遥远的国家 有位旺姓超强的和尚 后来 和尚死了 在他的墓地四周围 长出了不可思议的草 这就是 牛家草 所以 吃下牛家草 人就会旺姓增强 这个传说的根源 是来自于 世家的一位弟子 他的名字 叫做周立盘特 这一回 我们就是要来讲 周立盘特的故事 佛典故事 盘特兄弟 扫帚的教诲 距今 约两千五百年前 印度居萨罗国的国都 摄卫城 住着一对兄弟 大哥 摩科盘特 记忆力特别的好 年轻的时候 就被传送为 优秀的学者 在自己家里 招收弟子 传授学问 可是 他的弟弟 周立盘特 记忆力却特别的差 做什么都失败 成为人们的笑柄 世界上 所有的事物 都是由 金 木 水 火 土 这五个物质 所混合而成的 首先第一个 是金 金是不冷也不热 拥有固定的形状 接着第二个是木 是热而变化 没有一定的形状 不行不行 我可以去那里 等一等 周立盘特 是 哥哥 你在干什么 我要救他 他好可怜 救谁 救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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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照到阳光是会死的 快走 你果然不适合做学问 去别处玩吧 为什么 你在 会妨碍别人 我没有妨碍别人 只要你在 就会妨碍别人 我想做学问 像哥哥一样伟大 你不要啰嗦了 赶快去别的地方 暂时不准回来 是 接着第三个是水 水是不冷也不热 嗯 我也想做学问 也想像哥哥那样伟大 啊 啊 啊 你说不行吗 我没有办法像哥哥那样 是不是 那我比哥哥差一点 那也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哈哈 哥哥 周历盘特 天已经黑了 快回家吧 刚才真是对不起啊 啊 我说了很过分的话 过分的话 什么话 你已经忘了 哎呀 真是伤脑筋啊 伤脑筋 爸爸在临终的时候 要我好好照顾你 看来他真的猜中自己身后的事了 他真的猜中了 嗯 那时候 世尊来到社卫城附近的奇缘经社 许多人皈依成为弟子 因为朋友的劝告 摩科盘特也去听法了 而决心成为世尊的弟子 我也要去 你留下来 我也要去 成为那个叫什么人的弟子 世尊教的相当难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不知道了 我也要去啊 修行是很严格的 依我看 你是没办法完成的 没办法 我也要去 随便你吧 嘿嘿 那我就随便了 碍于父亲的遗言 摩科盘特也没办法 只好带着弟弟去奇缘经社 作词 少许多典戏 这样 再加入 给保障 所有人 推荐 费 我是摩克盘特 他是我的弟弟 叫做周丽盘特 快点行礼 请让我摩克盘特 还有我弟弟周丽盘特 成为您的弟子 好吗 是对 那位大哥非常优秀 可是他却有个全城都知道的愚蠢的弟弟 那个弟弟我看呢 还是拒绝的好 别惹麻烦呢 齐达 是 我们做人绝不能够以貌取人 师尊可是这 我的教法永远不分对象 对人们打开宽敞大门 我承认你们几个人的入门 太感激了 好痛啊 哼 就等着看以后吧 就这样盘特兄弟一起成为师尊的弟子 每天做严格的修行 大哥 摩克盘特的修行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相对之下 小弟的周立盘特 修行进度非常的缓慢 成为师尊的弟子 必须遵守250条的戒律 可是 周立盘特却连背都背不起来 再从头开始啊 要听好 不可杀动物 不可偷窃 不可说谎 你说说谎 你说说谎 给你个提示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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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不行 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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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要赶走我的弟弟 有他在 我们会连带成为世人的笑柄的 对啊 说的对啊 以后也会影响到师尊的名声 对 说的对 求求你们 至少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 好吗 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 然后怎么样呢 我会展示我弟弟他修行的成果 修行的成果 不可能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自己会赶走他的 请等到那一天 拜托 不做坏事 不欺负动物 感到诸念皆空 就会远离无意的痛苦 这是因为佛的力量 下次集会那一天 你把这一些全部背给大家听 我吗 周里盘特 你如果这样背出来的话 大家都会承认你的修行的 不知道办不办得到 办不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到时候我就必须赶你走 我是 我试试看啊 那你就跟着我念 首先是不做坏事 首先 首先是多余的了 首先是多余的 哎呀笨蛋 你不好好跟着念 不做坏事 不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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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事 坏事 你又忘了吗 快点想起来啊 不做坏事 不欺负动物 感到诸念皆空 就会远离无意的痛苦 早上到现在啊 听着听着 不知不觉我都能够伟大 好伟大 这是什么伟大 你是伟人 不 我不是伟人 你别戏弄我了 云童约定的 余地 现在就展示 他的修行成果 将背诵赞美佛的话 好伟大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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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到别的地方去 我忘了 他的修行成果还真是惊人呢 好 对啊 对不对 对 你这个笨蛋 我再也不原谅你了 我不能留你这种笨蛋在这里 现在随便你去什么地方 你走吧 快走 我真的很傻吗 我真的是笨蛋吗 告诉我 告诉我 周历盘特 周历盘特 你在伤心什么 师尊 讲给我听听 我 我被哥哥赶出来 再也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我不能回家 无处可归 既然无处可归 那你就到我那去吧 到师尊您那里 怎么 难道你不是我的弟子吗 可是哥哥说 像我这种傻瓜不能当师尊您的弟子 周历盘特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自己是傻瓜吗 哥哥这么说 大家也都这么说 我好像真的是傻瓜 你有这种感觉 你就不是傻瓜了 我 发觉自己是傻瓜的人 就已经不是傻瓜了 来吧 是 是 我们先从你能力所及的地方开始 比方说 扫尘除垢 你背这句就好 我试试看 扫尘除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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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尘除垢 从现在开始 你拿着这把扫把打扫惊涉 每天边扫边念 那么你就不会忘记了 我知道了 是 扫尘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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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世尊准与他留下来的 伤脑筋 对啊 说的对啊 周厉盘克 你扫得这么辛苦啊 辛苦了啊 辛苦了啊 那边还有垃圾啊 这边还有垃圾 扫尘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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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厉盘克 每天不停地扫除奇容惊涉 而且他的口中也一直唱着 世尊所教的那句话 扫尘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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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周厉盘克的扫尘 很快的 没多久就脏了 掉了这么多毛 开拍就出现了灰尘 真是受不了 跟我的身体一样脏 扫尘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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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脏啊 我的身体 我的心更脏了 我知道了 世尊是叫我 扫内心的尘 内心的垢 我知道了 扫尘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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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且说奇缘经社的东边 有一个比丘尼居住的经社 世尊每天派一位优秀的弟子到那里 传达教诲给他们 世尊 今天要派哪位到东边的经社去 我看派他吧 怎么可能呢 世尊 我想我弟弟他一定办不到的 不行 我办不到啊 会被女弟子给笑死的 不不 他们会生气的 对啊 说的对啊 周丽盘特 周丽盘特 是 你办得到的 你一定可以 不必像其他人那样能言善道 你自有你的专长 放松你的心情 照心想的自然的做就行了 你知道吧 是 我试试看 嗯 阿南 你和周丽盘特一起去 是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 周丽 周丽 我让他找到 connecting妳的专长 能联系 我让她看见 你先替我们扫地吧 今天由周丽盘特来转达世尊的教诲 你讨厌 怎么这样子 这可是世尊 他亲自指明的请诚心安静的听讲 拜托了 讨厌 世尊到底在想什么 这分明不就是在看清我们吗 对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你们放心 待会我一定亲自向世尊反映这个问题的 我 这个人越看越脏 答对了 我的身体很脏 可是更脏的是我的心 世尊送我这把扫帚 要我边扫边念 扫尘除垢 这个我办得到 我每天挥着扫帚不断地送唱 直到有一天 我看着变成破烂的扫帚 我才发现了 到底尘是什么 垢是什么 那就是我内心的沉 那就是我内心的沉 我内心的垢 我的心充满了欲望 充满了不满 世尊叫我扫的 就是这个内心的沉垢 欲望消失吧 愤怒消失吧 不满滚蛋吧 我扫了 每天我不断地挥扫着扫把来扫 可是再怎么扫 尘还是扫不完 一直一直地飞扬上来 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要放弃扫出沉垢吗 不 不对 即使沉垢扫不完还是要扫 就是因为扫不完才要扫 哇 我办得到只有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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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我办得到不完 我办得到现在 我办得到 chap红了 我办法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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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叶垮 小将不完以后 或许那就是打破常识的雄辩吧 朱利盘特的讲法 深深打动比丘尼们的内心 大家高兴的流泪啊 朱利盘特领悟的好 这样就行了 在那之上的扫尘除构 已经不是人的力量可及 所以才要靠佛的智慧 佛的拯救 是 谢谢您了 世尊 大家也应该注意 悟道不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 即使只是一句话 如果能正确了解它的深意 那么一样可以步上正道 像朱利盘特那样 不 就因为遇上了朱利盘特 我才有机会以别于常人的方法教导他真理 谢谢您 谢谢您 世尊 每个人各有他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奇达 不是这样吗 对不起 世尊 我们的心态错误了 我们错误了 我们错误了 弟弟 我错了 请原谅我以前对你做的事情 哥哥 就这样 周利盘特受到世尊弟子刮目相看 可是城里的人 还是笑他是个笨蛋 有天 国王招待世尊一行人 到宫殿里来 你是周里盘特吧 这里不是你可以进入的地方啊 你说卫兵岂有此理 没关系 我不在乎 你说什么 你说要吓他们 这何必呢 今天好高兴啊 您来得好 请你们尽量的享用 国王 我还有一位弟子未到 现在他在门外没进来 这是多失礼的事 护卫队长 这是真的吗 不 外面没有类似佛弟子的人在啊 他是在门外的林子里头 不可能 无理队长 世尊这么讲 你就去确定的看看到底有没有 是 队长 真的要周里盘特进去啊 笑话 看到他就把他赶走 然后跟国王报告 林子里没有人 知道吗 这是什么人 什么人 我是周丽盘特 我也是周丽盘特 我也是 林子里有很多弟子 而且每个都长得一样 每个都一样 我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大家好像都很困扰 似乎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是 你可以问他们的名字 其中最先回答的就是了 你的名字是 我是 这是周历盘特 这真的 周历盘特就是 你 刚才失礼了 我来带路 好 之后全国上下再也没有人嘲笑周历盘特了 后来盘特兄弟和好继续修行 兄弟两人的名字甚至流传到后世 我来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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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带路 覆武甲 你 我来带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总算来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 你就是我多年寻找的师父 我也很高兴 现在我已经得到了真道 我就告诉你吧 大家瑟 是 佛典故事大家瑟 经典的开始 等待旅人的是世尊 旅人则是常年来一直寻找名师的大家色 如果我不知而却说知 为悟道而自称悟道 那我的身体将当场分成七块 是 是 于是 世尊当场遵遵述述法 大家色一句不漏地专心地听着 大家色 从今天起就是大家的同伴了 这个人 这个人好脏啊 就是啊 欢迎来到竹林经社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请尽量告诉我 他连寒险好像都不会耶 欢迎 这里的修行可是很严格的 这那种家伙回来 世尊也真会自找麻烦啊 在世尊门下修行的有各种规矩 其依旧是 居住远离人烟的山林中 以每日的脱坡维持生活 脱坡对象不可分平复 一日只许用餐一次 只能穿破布缝成的衣服 其他的东西都不可带等等 有许多严格的规律 大家瑟高兴地遵守规律 不落人后的情作修行 可是弟子之中 也有厌恶大家瑟 不时在背后毁谤的人 有个难题 他还没有动啊 哦 我看看啊 他已经连续三天了 他怎么在想什么了 他真是什么都不想 装模做样在头睡觉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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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这样的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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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到晚假装修行 那种男人会了解世尊说法才怪的 他大科早日死心逃出这里 吴叶听到弟子们的话 世尊心想 有天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大家色的优点才行 于是有一天 世尊召集弟子们 说法的时候 好重啊 好像从勒斯敦爬你来哟 世尊看到大家色过来 马上讲起教法中最难的部分 可是弟子们完全听不懂 温法为心所造 一切一元生 一切一元灭 好 你们都知道了吗 你懂吗 我并不懂 你呢 我也是 请原谅 是吗 你们都不懂 大加色 原来你在那里 你的座位在这里 过来坐吧 这是为什么 刚才我说的 对大家来说好像太难了 大加色过来这里 你代替我 以比较简单的说法 再说一次 这是怎么回事 弟子在这儿 谢谢师父的好意 可是我没有资格 坐在您的旁边 更何况是 要带师父说法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够接受 我只要在师父门下 一个人静静地享受 法的快乐就行 大家瑟 师父难得 没有关系 随大家瑟的一坐吧 大家瑟 在遇见我的第八天 就已经得到佛道之信 更从之后的修行 脱离欲望 知足 不做无意的言语 彻底地实践教义 今后各位的行为 都应该向大家瑟学习 所以我说嘛 大家瑟呀 他不是一个普通角色呢 说谎 你毁谤奸重伤 毁谤人是你 你还说别人 你说什么 吵死了 我不承认 那个男人 拒绝说法 是因为他缺乏自信 可是师尊他 师尊他偏心 哼 一点都不好玩 除了顽固的优婆难题之外 再也没有人说大家瑟的坏话了 从那之后 大家都尊敬地称呼大家瑟为沉默的男人 可是 默默地享受道之欢喜的大家瑟也有一件挂心的事情 那就是在故乡家里等待大家瑟来迎接的妻子 拔妥 大家瑟 名叫皮波罗舍纳 曾经是摩羯陀国最有钱的人 年轻时候就讨厌世间所有的享乐 他期望出家 过着寻静的生活 可是却挡不住父母的要求 和富家女子拔妥 做有名武士的结婚 结果新婚之夜时 才发现拔妥就和自己一样 希望出家求道 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 后来双亲逝去 两人继承了家业后的某一天 拔妥命令女仆们 把榨油的芝麻种子 放在阳光下晒 哎哟 好多虫啊 要杀死这么多的生物 我真是讨厌啊 没办法 这是夫人的命令啊 住手 住手 不用榨油了 今天大家都可以休息 今天大家都可以休息 里边赵枫徐氏向人在住宾 住手 工作停下来 今天大家可以休息了 为了种田 为了种田人们痛苦 牛畜受伤 从而死了 想不到为了我们的奢侈生活 害苦了那么多生物 这种残忍的行为真是悲哀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 只要一碗饭就够了 睡 只要有地方躺就行了 穿 只要能遮盖身体就够了 其他东西大可舍弃 我想放弃家产 出差求道去 我也是 我也是 就这样 大加瑟把财产分给下人 田产分给人们 并决定由自己先出外旅行 巴托 如果我能够遇到名师 我马上回来接你过去 一定啊 我发誓你 据传 这天正好是 世尊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日子 然后 两年后 为了寻找名师 寻访诸国的大家瑟 终于遇到了终生的师父 世尊 巴托 我非常想迎接你过来 可是 竹林金社还没有女人出家者 请你再忍耐一会儿吧 最后 大加瑟 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 就在世尊活动的编剧地 从竹林金社移到居萨罗国的奇缘金社不久 世尊首次开吏收容女帝子 大家瑟非常高兴 巴托接到了奇缘金社 于是 成为世尊弟子的巴托 潜心修道 得到世尊称赞 是寿命者 无人胜得过巴托彼丘尼 且说 世尊的弟子人数逐渐地增加 分道地方的比丘 渐渐管不到 就连这阿罗皮村 也由比丘开始过放逸的生活了 不行 大家都忘了开始修行时候的决心了 你看看 这个是优陀罗王家传下的宝波 这个是优家圣我有钱人视为珍宝的波 我说了 我说了 我们最自信的波跟优婆罗难提的宝波比起来好像是垃圾 那房子和宝波是从哪里来的呢 说不定 是强迫村人施舍得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可就糟了 今天你就拿这个去脱波 你们跟我走 我带你们到有情人家去吃真有 那太好了 什么还跟着呢 看来大家瑟 你不饿 偶尔也想吃点好的东西 就是这家了 这是 这湖里的东西 算了 我们到这儿 怎么搞的 真奇怪 真搞不懂 我知道了 你为了要建房子强迫大家捐钱出来 所以大家看到你就逃 对不对 他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这样 那可就糟了 果然是这样 可是责备他们不是我的工作 还不错 他还不错 何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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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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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今天用餐就大器結束 我愿意回到南方的力量了 这都是托尼施舍之恩 谢谢您 大加塞做了真一件事 真不愧是大加塞 不多言而以行为说道 解脱烦恼痛苦的人的心 也以同样的行为教导你们 阿南 是 转告大家 从今天起 不可为了建立豪华的精涉 向人们要求过多的施舍 知道吗 是 还有 从今天起 不可像优婆难题那样 一个人拥有太多的波 多余的东西都要舍弃 现在啊 不错 不准笑 世尊一直把大家塞当作是好朋友 而不只是弟子而已 世尊内心 其他弟子不知道的深处 只有大家塞知道 两人间的深厚信赖 与这段友谊 四十年来从未改变 世尊八十岁那年 把所有的教义 传给了阿南 还有大家塞 阿南听过世尊的所有说法 并且暗记下来 而大家塞 则犹如世尊第二 亲自实践教义 佛教能够传到后世 大部分得归功于这两位 这也是世尊当初的用心 不久 世尊在居士纳罗的两棵梭罗树间 最后一次躺下休息 正好在旅途中的大家塞 听到这消息 马上带着弟子赶到居士纳罗 哎哟 喘死我了 哎哟 休息一下吧 哎哟 行者 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居士纳罗 那么我请问一下 是不是曾经听到过 有关我师父的任何消息 他已经在七天前走了 今天要举行葬礼 今天要举行葬礼 这一朵画就是从那里拿来的 你们何必这样悲伤 从今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命令这个命令那个 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了 从今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命令这个命令那个 这一下反正轻松了 这一下反而轻松了嘛 对不对 嘿嘿 对不对 我刚才说错了 我我刚才说错了 居士纳罗方面 阿难等人正想点火烧关 可是怎么点都点不着 大家是来了 阿难道 师父,我在这一刻已经重生了 从今以后,我想不再独自享受道的喜悦 我要如太阳一般燃烧自己 为了传播正确的佛法,到后世而努力 请你放心地去吧 我一定会遵照我的誓言,师父 和祝父 世事变迁 世上没有不变的 万物由生到死 由死到胜 在这经济中 我找到永远不变的生命 我的弟子啊 今后要以自己为依靠 以法为依靠 九十天后 达伽瑟在七叶窟内 聚集了世尊的五百名弟子 其中也可以见到拔驼的身影 也就是现在的明见你 优伙难题 不 你也进去呀 我 我 我可以吗 要是没有你和世尊 现在的我 可能还像以前那个样子 只会是一个自己享受快乐的沉默的修行者 我之所以发愿要召集大家来编辑经典 有没有难题 你是首居第一公园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你 就这样 大家瑟得到了阿南等人的帮助 为了将法传到后世 开始着手召开编辑经典大会 也就是经典节集 大家瑟和幽婆难题两个人 应该可以说是一种逆月吧 琉璃王子的愤怒 世家族的最后 距今约两千五百年前 印度北部繁荣的居萨罗国都设位城 这里是王宫的里面 让我进去 不行 母亲 我求求你 拜托好吗 不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准我拜访母后的故乡呢 请告诉我 争执的是 此国的王妃与王子 琉璃王子 他受到王妃强烈的反对 向国王波斯尼投诉 父王 我外公 真的是世家族的长老吗 那还用说吗 他是血统高贵的世家族中 家世最尊贵的摩克罗曼 就是你母后的父亲 父王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 而他也从来没有写信给我 或者送我东西 说的也是 我觉得好寂寞 我好想去见一次爷爷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也想亲眼看着母亲长大的故乡 加皮罗未成 父王 求求你 请让我去加皮罗未成吧 好吧 官王 怎么了 你到底担心什么 没有 我只是担心旅途危险 那就这样吧 将军 是 你保护王子过去 遵命 就让我军的总司令 论武功无人可以匹敌的加罗将军亲自保护王子 这样你放心了吧 王妃 是 我放心了 我会替你准备很多的见面礼 明天下午就可以去了 王子 是 在 在流离王子的快乐之后 王妃 一个人担心 王妃 写信 联络 加皮罗未成 信上 是这么写着 王子要过去那边 请别让王子知道过去的秘密 拜托大家了 隔天 离开王宫的琉璃王子 经过摄卫城郊外的奇缘惊涉 世尊 这是世尊与众弟子居住之地 此时 世尊正向众人说法 你要出去吗 是 我要去加皮罗未成 我要去拜访外公 还有亲戚 我记得 您也是加皮罗未成出生的人吧 听说您是那里的王子啊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很久没见过摩赫罗曼长老了 请您带我向他问好 路上小心点 是 告辞 是一位很坦诚爽快的王子 坦诚的数容易折断 而且他性情太过激烈 希望王子以后不要发生不好的事情 刘备 王子一行人抵达了加皮罗魏城 以摩克罗曼为首 由释迦族的长老们出来迎接 可是 您就是外公吗 王子吗 我是您的孙子 我终于见到您了 来的好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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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低头 怎么都没有人回礼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请告诉我 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身份高的长老 所以他们不习惯向年幼的人来低头 那么年轻人都在哪里 我一直很期待跟自己童年的表兄弟见面 你来的时候不对 你来的时候不对 正好他们出去乡下玩了 出去 明知道我会来 他们还出去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先休息吧 对面备好了酒席 了 你先 erklären 不信成为 或许可 将来 将来 要求美 那什麦 书 要求美 是 我 乡 能量 你 要求美 让美 抖 你 我要回去了 好 这些都是屋里的家伙 一点都不好玩 太可恶了 你说的非常对 好脏 快洗干净 快 都被奴隶女人生的儿子给做脏了 那王子是奴隶女人的儿子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年轻人会去乡下也是为了避免跟奴隶接触 这你都不懂 可恶 王子秦司制 我听到那种话 我能够做事不管吗 这可能不是开玩笑的话 什么 等我们回国以后再去请问王后吧 到时候看看再怎么样处理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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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是奴隶女人的儿子 却也是绝杂罗国的王子 居然将羞辱我 这种耻辱 有一天我一定要讨回来 到底是怎么样母后 告诉她这不是真的 快说 是真的 母亲和我都是奴隶的身份 你说什么 王妃终于道出了过去的秘密 波斯尼王还年轻的时候 征服诸国意气风发 他想要迎娶身份最高的公主 而向邪统高贵的释迦族 命令送出身份最高的公主 释迦族的长老们非常的烦恼 因为把公主嫁给非民们的波斯尼王 会误会了高贵的协同 可是也无法违背国王的命令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摩克罗曼想出了一个策略了 他和奴隶生有一个女儿 于是就把那个女儿嫁出去 那个奴隶女儿叫做摩里香 是个国色天香的美女 长老们非常的高兴大为赞成 把华衣穿上摩里香的身上 嫁去居萨罗国 波斯尼王一眼就爱上了这个美女 让摩里香当王妃 之后也非常宠爱这个王妃 你骗了我 你骗我 可恶的世家族 还有你也是 你以那张美丽的脸孔背叛我 长久以来一直嘲笑我跟我的国民 请原谅我 不可原谅 你们已经不是王妃和王子 给我恢复原来的身份 住进奴隶小屋 明天开始变成奴隶 完成每日的工作 我怎么样都可以 只有王子 无论如何请原谅他 不要啰嗦了 王子没有罪啊 放开 奴隶的儿子就是奴隶 父王 将军把他们给我带出去 哦 怎么了 快带出去 遵命 父王 住口 不准你叫我父亲 落入奴隶身份的王子和王妃 隔天就被强迫和其他的奴隶一起工作 为什么只有我遇上这种事呢 一切都是世家族 还有 还有父亲的错 我不再认他是我的父亲了 给我等着瞧 将军 别出声 老实说 我对国王也有恨 你要知道 我的叔叔根本就没有罪 而是被国王冤枉杀死的 国王他是一个无情的人 王子你太可怜了 所以我一定要让你登上王位 请你尽量忍耐 忍到你那天为止 我知道了 拜托你了 这时 因并在齐园休息的世尊 为王妃和王子的遭遇而痛心 世家族的做法有错 可是波斯尼王的做法也不见得对 居然过于在意身份 疏远自己的妻子和亲生子 这是一件多愚蠢的事啊 世尊的话传入了波斯尼王的耳中 波斯尼王才决定把王妃王子恢复原来的身份 可是国王的心结并没有真正的解开 那么我可以像以前一样称呼您为父亲吗 请回答我 将军和王子约定的那一天比预想的更早到来 停下来 回王宫去 把门关起来 干什么 把门打开 国王回来了 你已经不是国王了 别开玩笑了 亲王就是他 王子 我不取你的性命 随便你要去哪里 不笑子 你这是在对父亲说话吗 不准称呼你父亲 这句话可是你讲的 你给我记住 我不会放过你的 波斯尼王快马加鞭 赶去遥远的摩羯陀国 他想向侄子阿瑟士王求援 可是 路途遥远 连可靠的马都失去的国王 当他到达摩羯陀首都 王射程时已经是深夜了 王射程全体由城墙围住 到了夜晚 所有的城门都关起来 打开门 打开门 我是波斯尼王 居萨罗国的国王来了 打开 拜托 啊 啊 精疲力尽的波斯尼王 当夜就在王射程门前断气了 就这样 成为居萨罗国新支配者的琉璃王 他想要一系在世家族所受到的耻辱 于是他集合了全国的军队 现在要攻向佳皮罗外城 要给那些屋里的世家族知道我的厉害 咳咳 怎么了将军 你怎么一脸不高兴的表情啊 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其实我的想法我早就表达过了 新王登基不久就举战 这实在是太仓促太快了 你不高兴的话可以自己留下 不可以 指挥全军这是我的责任 接受国王命令 带动全军这是我的使命 那是当然的咯 走 走 出发 出发 我必须要拯救世家族 可是世尊啊我 不能够让琉璃王的罪再击下去了 我必须要拯救世家族 可是您的病还没有好啊 阿南 你的肩膀借我 是 行不行 好 这样不能过去啊 那就请他让路啊 世尊 这么热 你为什么坐在没有叶子的树下呢 为何不坐到那边的大树下呢 请别管我 这棵树是我亲族的树 没有比亲族的树更凉爽的树了 他是在讲世家族的事 他的目的可能是想以自己来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亲族吧 那么我们就踩过去吧 世尊是集万名敬重于一身的圣人 伤到他之后我们将永远会被人们唾弃的 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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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想 这么早出发 世尊就来不及阻止了吧 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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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他想 就算世尊再厉害 这次可来不及阻止了吧 好 撤退 撤退 好 这一次啊绕远路从北山口过去 世尊他已经生病了 那么险峻的路他绝对不可能爬上去的 住手 又来了 世尊他老了 世家族对你而言也是你的亲族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摩克罗麦是你的外公啊 领军杀死他们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孩子 母亲 王子 请原谅属下再次谏言 世家族是我们的忠实友邦 把他们灭足了 就没有国家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了 友邦 快洗干净啊 都被奴隶女人的儿子给做脏了 奴隶女人的儿子 奴隶女人的儿子 哪是什么忠实的友邦 那算是什么亲族啊 他算是什么外公啊 全部杀光 也消不掉这口气 世家族的家伙我统统要杀掉 一个也不留 王子 这有时代 住口 下一次 如果装你再提这件事 即使是将军母亲 我都不会留情的 一刀杀掉 知道吗 听清楚了吧 我我 你你都不会留情的人 我愿意 好 居然有这种事 这 到此为止了 国王请放弃吧 建功 国王 建功 该扶他当国王的 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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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师尊 你们受伤吧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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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城门关上 快点 刘霖王的军队 攻入家庭若衛城 师尊 师尊